《二十香港經濟日報》 暴力救股市地方也推限賣令 2015年7月10日 憑昔天下 A13國情之民如目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打造的暴力救市加強版 果然具震懾力A古作天存力反彈 而更要注意的是,這個暴力救市加強版正在進一步加強 公安部介入伙中證監查賣空受到政府強烈干預股市的刺激 昨日三大股指低開高酒 開啟全面反攻之局 上證指數收市報3709點 反彈5.76% 深城指數也上升4.25% 創業版指數則升3.03% 互心股市合共有如千隻股票漲停 雖然內地股市逐日強烈反彈 但暴力救市加強版是否完全秋效 現時仍然難下定論 不過 按照李克強的部署 在近期內地股市出現異常波動的情況下 暴力救市加強版的內容有進一步豐富的必要 記者獲釋 今天上午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大隊到證監會 會與證監會排查近期惡意賣空股票與股指的申搏 顯示監管部門要出創權打擊違法違規行為的行動 昨天 估開市不久 新華社便立刻轉發了者則消息 明顯地要讓市場知道 公安部高調地參與暴力救市加強版 並通過旗下的經濟犯罪偵查局 針對近期買空股票和股指的猖缺行為展開調查 據悉 在孟慶豐大隊到中證監進行排查之後 日行針對股市買空行為的調查隨即展開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聯同中證監的執法人員 先後進場對前日 涉嫌惡意做空大盤藍籌的十餘家機構 和個人開展核查取證工作 中銀監中保監參與暴力救市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 副局長劉東作日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 依法打擊證券期貨領域違法犯罪活動是公安機關職責 將與證券監管部門密切合作 對涉嫌犯罪行為堅決依法打擊 對利用網絡散布傳播謠言的行為也要依法查處 除了公安部外 中銀監和中保監昨天也加入暴力救市加強版 提出為佛P進資本市場持續穩定發展放寬部分 涉及股市的監管措施 不過,對於暴力救市加強版進一步豐富內容 最即時見效的莫過於對央企的限賣令擴展到地方國有企業 所謂全國一盤企 大型央企承諾不減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地方國企也應責無旁貸 地方國企同時發出增購令近期境內證券市場出現異常波動 上海市國之委高度重視 為維護市場穩定 營造企業改革發展的良好市場環境 保護各類投資者合法權益 市國之委要求本市國有企業應用於承擔責任 作負責任的股東 在股市異常波動期間 不得減持所控股上市公司的股票 市國之委支持本市國有企業增持股價 偏離其價值的所控股上市公司的股票 上海市國之委昨天開始不久便發出這個通告 上海不愧為全國最大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 在應對這次股市危機 保持與中央一致的步伐 除上海外包括廣東、天津、重慶、安徽、湖南、江西、山西、遼寧、 貴州和甘肅等十多個省市的國之委 昨天亦先後加入暴力救市加強版 值得指出的是 部分地方國之委的暴力救市行動極為具體 以重慶為例 該市國之委昨天發布的重慶市國之系統 5家企業率先增持股票的通告指出 從2015年7月9日起 從獻相關國企將分別對其所控股上市公司 從獻燃氣600、917、 從獻水貿601、158、 穿移股份603、100、如三峽A、000、565 從獻港9600、279的股票進行增持 具體推進將案有關規定程序辦理 儘管李克強打造這個暴力救市加強版 引來不少批評 特別是偏離市場規則 加強對股市的干預 不過,由於近期A、股質現異常波動 為同U、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者條底戶 A、在非常時期果斷地作出非常措施 還是值得呢? 有意見可點由 Umu at hcat.com